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聊一个清朝的一个历史人物 一个大太监李天英 在1966年 那在北京的恩赐庄呢 那块什么 那块李天英墓 然后1966年呢 曾经有人在那里盗墓发现了 后来把这个墓打开以后 一考古一看 当时李天英这个棺材里头 只有一个脑袋和一个辫子 身体没有了 当时李天英是怎么的 慈禧太后死了以后 慈禧太后死了三年以后 她没有这个 没有依靠了 是自己主动出宫 出宫以后 当时她在北京有这个 三处豪宅 她临出宫的时候 把自己公里所有钱 都送给了光绪的妈 龙玉太后 所以龙玉太后恩准出宫 而且还给她这个 原来的待遇 二品大云的待遇 很荣宠的 很什么的 后来说是这个 她是病死的 当时还 还这个 还给她办了丧事 可是在这个墓里发现 不是 身手易出 就有脑子没身子 说明肯定是被杀死的 那李天英到底怎么死的呢 到现在也不知道 大家知道啊 在清朝最显赫的太监 就是李连英 因为在清朝 规定嘛 太监宦官的最高品级是四品 正四品 就到头是四品 不像过去 你像那个宋朝的铜冠 那因为收复的 幽云十六周 还能够封王 或者像明朝这会儿 太监掌印太监 平比太监 你能打权 清朝的太监 不允许干政 大家知道 在那个康熙时期 敖拜尊纯的时候 康熙就杀了那吴良甫 就立下了 后非和太监 不许干政 尤其是太监 发现干政一个杀一个 所以李连英又不干政 按道理四品 太监是顶级了 可是李连英 竟然在四十六岁那年 升为正二品 清朝绝无仅有的 可以见李连英 当年全是 多么的显赫 咱们聊聊这李连英 这李连英这一生 那许多的传说各方面 咱们先聊李连英 大家知道 清朝的太监 一般来到哪呀 一个是战俘 一个是罪犯的家属 还有一个民间 自动净身的 大家知道 金牛的胃嘴子 保定府的狗腿子 也叫狗腿子 其实保定府当年 就是直立嘛 京郊嘛 就出了许多服务业的人 剃头的 修脚的 这个抬轿的 吹乌手啊 还有太监 就出了很多 你像那个北京教编 直立这块 然后这个谁 这个李连英家是哪的 就大成县的 大成县李家村 那一个贫困农民家里 他是1948年 出生 他在他们家里排老二 家三孩子 小时候就跟着他妈妈 跟他爸妈到哪 到这个到北京了 他们家干啥的 熟皮子的 他爸爸会熟皮子 那后来 这个大家好来 给李连英民间 给他一起笑 叫皮销礼嘛 还有什么皮销礼 进京以后 他是9岁的时候 因为这个熟皮子 当时匠人养不活 这么撒人嘛 撒孩子 后来这个李连英 9岁时就进身 进身进攻 因为清朝那会儿 许多穷苦家孩子 都进身进攻 还不是说 谁都想能进呢 当太监 当时也有资格 对吧 有的是上那个 先选上 然后在太医院 进身 有的是自己先 进身了以后 就等着选吧 有许多都 你进身了 你都去不了的 9岁 连英从这儿挺激调 那孩子长得挺好看 还就进去了 在许多人里头 这个记载里 说李连英是怎么样 那个什么呢 说他会梳头 会按摩 说他是从那个 叫什么叫 梳头太监 梳头太监 其实在这个 这个 在清朝里头 在在在 没有梳头太监 这一说 可是有时 清朝这些老工人 回忆也说 李连英的手 长得漂亮 就比女人的手 都精致 都五六十岁的手 还洁白如月 水嫩光滑 就是你在太阳下 看就像金银美玉一般 就长得像好手 然后在这个 国朝公史里的说 李连英也说 以善书心计 受到了 慈禧中宠 也说会出头 不过这些 好像都不怎么太 准确 你从正史里头 没有见到 因为他没有 书都方太监 这个职位嘛 对吧 然后在 清宫大案里头 他记载了 李连英 从小代言 到二水观的立场 1857年 李连英九岁 敬身入宫 这时候叫什么 叫李进喜 在哪 在宙氏处当差 三年以后 调到景仁宫当差 然后那一年呢 是英法联军进北京 大家知道 先锋皇帝 逃到我们成德嘛 逃到这盒嘛 当时李连英 是先锋皇帝 身边的宙氏处嘛 跟他跑到这了 然后等后来 有许多人说 当时说是 大家知道慈禧 咸丰死的成德 然后慈禧 这个慈安两宫太后 和这个公秦王一新 发动新有政变 杀了功敏八大臣 说当时是谁 是李连英给送信 那不是 当时李连英很小 应该是小德正 或者安德海 应该是安德海 从那个避风门出来 偷着跑到北京 然后是做的什么 那个那会儿不是李连英 许多说李连英 那不可能 用不着他 那会儿他也 他不是亲信的 1864年 李连英18岁 才调到长春宫 慈禧太后当差 对吧 这会儿最红的 就安德海嘛 安德海红的发子 安德海其实比 连英又大一岁 他们童年进宫的 可是安德海 就因为这个 西勇政变 送这个在个聪明灵力 他当时刚进去 就在这个慈禧跟他当差 因为李连英 在先锋皇帝当差 就慈禧就当时非常喜欢 他还给起个逆称 叫灵山 这个慈禧当时 非常给身边的宫女 太年起外号 李连英呢 连英就是他起的嘛 等后来大家知道 1868年 先是安德海 生了就七品领带了 然后李连英也生了八品 后来安德海 在这一年就生了六品 六品太监就很高了 可是大家知道 当年安德海 上山东去游玩 被山东巡抚 丁宝珍 以违背组治 善离京师就斩了嘛 当年安德海怒杀小太监 那个不是 这个丁宝珍怒杀小太监 安德海 其实他当时就是 就是两宫太后 和同志皇帝之间的 斗争的牺牲品嘛 对吧 这个咱们 可以单聊这个 就是杀安德海这个 当时李连英可没有说 直接顶着安德海来 当时整个太监 就这个队伍 都收到罚奉的出发 就是警示你们嘛 你们要吸取的教训 当时就还摆 他把李连英的八品 都给这个隔去了 罚奉一年 罚奉都一年 一年以后 又恢复的八品 太监还有钱两 可是李连英就有一个什么 就是不会因为竹子记恨他 就触犯他 怀恨在心 连英就得好 就永远兢兢业的 你竹子说什么 就是什么 就莫志明赞颂他 说 聪颖 有大过人者 大过人者 就是他 他过人之处 对吧 然后安德海这个迹象 包括原来的吴良甫 这个就给他惨痛教训 他就明明一道理 就必须要搞清 什么叫奴才 什么种子 竹子这个关系 所以他就开始 揣摩竹子心思 心里心里的性格 和习惯爱好 就讨这个慈禧太后的欢心 事事小心紧心 不出一点这个破绽 他那个目之名 有这个十六字 就是对他 非常好的概括 叫世上以静 世下以宽 如是有年 未尝稍谢 就是他在皇宫这么些 就是他几十年 世上以静 对待上面是 恭恭敬敬 是什么 世下以宽 就绝对不会 事从而交 欺负下边人 所以说对上尊敬 对下宽后 甭管是竹子 还是奴才 都对他有好印象 绝对不欺负人 不采集人 1872年 24岁的李连英 开始走上发达之路 因为这会儿 他就在慈禧身边 就他这十六字绝 慈禧就看着了 说这个人行啊 办事 我就当时就生了 是六瓶顶带 那会儿的月 已经八点五两 两年以后 26岁的李连英 就介入了 这个成为 楚秀公大太家 然后这一年 就把他生了 四瓶顶带 就太监的最高的官 然后加上 丢皮马挂 当时刺的 刺的丢皮马挂了 对吧 按道理 就是你按照组制啊 你想成为大太监 你得在 在功力服役 得满三十年 凭年纪 凭资历往上升啊 可是李连英 进功17年 才26岁 27岁 就已经什么了 就已经那个 就已经成那个大太监了 所以说就是 当时慈禧 是破格隐身嘛 这非常罕见呀 这还不算完 然后在四品级别以后 就没几个月就加赏 没几个月加赏 1894年 20年以后 就正式把 46岁李连英 进行为正二品 这个清宫 绝无仅有 只有这么一例 268年大清历史上 就这么一例 太监 正二品 人生登峰造极 按道理 他从这个 从这个小太监 生了二品花林顶带 应该说是 有许多人眼红吧 还真就没有 首先慈禧 对他就非常信任吧 这李连英 为人善解人谢 当时就说 节语花嘛 就特别懂 那个慈禧的心思 慈禧有啥心思 上剧出的下去 就猜出了 而且谁要有什么事了 宽厚待人嘛 包括大家看那个 左相共和 看许多电视剧里头 对吧 外边大臣进来 他也是功功尽尽 一点都不小瞧人 还就一个好 永远不掺和正事 他说过 就是就还听从处理 他有一次就是犯了点错误 慈禧对他还是该罚就罚 罚奉六个月 就真就罚你六个月 然后该去等待 后来你改正错误再给你恢复过来 就慈禧用人还真是一致同人 没有说因为这么亲戚 你犯错不处理你 你犯错我处理你 处理好了 你改过来 我对你继续什么 你像李恋英到时候 也被人这个 也被人这个 功功两回 一次就是那个纯亲王 阅兵 到李恋英的阅兵的时候 那个检查那海军吧 李恋英跟着去 回来许多大臣就上奏折 说太监干政 自古以来 吴良甫就杀了 怎么着的 你看那个安德海杀了 说李恋英为什么干政 杀他 然后慈禧嘛 慈禧亲自写的一个 一招书就杠了 说李恋英一个字 都没说这些事 就李恋英聪明聪明知道 绝对我干我太监的活 我不干政 而且人说 李恋英收钱 慈禧值的收钱 谁进来就送给他钱 慈禧门前 面前最大的婚人 谁能不送钱呀 可是李恋英该收收 谁送都收 收了以后该办的事 能办的 保证给你办 不能干的 你比如私人的 或者总之 我都替你带 话听怎么都行 可是你政治上的事 官场的事 一句不说 所以说 慈禧就对的好 就直接就给他 就给他那个辩解 等后来 就是慈禧 像那个谁呀 这个李恋英 对谁都好 比如说 你看慈禧和光绪 两人闹别扭 可是 有人说说光绪 李恋英下毒 不是 不是 就李恋英 一直对谁都好 包括对慈禧 对光绪都护着 就慈禧跟光绪 再怎么折 他也得有亲情在 庚子之乱 两宫太后西逃 对不对 当时慈禧 自然那个 住的地儿太好 可光绪 那个店里头 就是特别冷 李恋英 在慈禧睡着以后 去探望光绪 看着光绪哭坐 这个灯下坐着 也没被路子 就 就 动之多 这李恋英 抱着光绪腿就哭 说都怨我呀 然后把自己的行李 就给光绪 就握着 这一路照顾光绪 两宫太后 顾不上他 后来回到北京 光绪就回忆 这个西桃路上之苦 他说嘛 他说要没有李安达 我就活不到今天 说幸亏这个 李恋英照顾他 所以说 那他为太后也好 对皇帝也好 从来不苟眼看人低 就是对上对下 是上以净 是下以宽嘛 然后后来 等那个慈禧死了以后 他就知道 慈禧死了 没太 没靠山了 他那么高的名位 对不对呀 那你怎么办呀 肯定有人惦着 这李恋英还有大智慧 那会儿他是多大 他61岁 他给慈禧守校 守了一百天 守了一百天以后 他在这个皇宫里 他活了什么 待了52年吧 他就把历年慈禧赏上去 齐打箱子 贵重金珠吧 就都上邀 龙玉皇后 他说我 他说这些年太后啊 皇帝赏过东西 我都在这 我是给你们看管的 现在我还给主子 这叫什么 这叫舍财保命 有许多人不懂这个 对吧 没靠山 你叫匹夫无罪 怀必欺罪呀 他这一词举 就换了龙玉皇后 对他了嘛 让他原品修制 带原心 他这二品颈带 每月六十两银子嘛 退休吧 不干活 这个在太阳 也绝无今有 出宫以后呢 他小度三宫 他在那个皇宫外 他有三处豪宅 他一般就是身居捡出 哪也不出来 他住的哪 当时就是李连杰 最豪华的一个 叫彩合坊 就当时慈悸送他的 可是他不是在这住 后来人回忆 他住哪 棉户胡同 棉户胡同 83号里头 有个小宅院 那个是他的 他过去还有个礼宅 他在这住着 本身礼宅都宅了 然后是1911年2月 李连杰出宫第三年 当时64岁 死在北京一所 据说是这个 上报是病死的 龙玉太后 还给他们那个念他的什么 还派人派人那个悼念 赏银千两 在北京的恩纪庄 刺给他20亩地 他有侄子之类 把他下葬 然后大家都以为是病死的 刚才说了 1966年 然后他这幕偶然被发开 发现不对 里头只有脑袋 没有身子 伸手一束 说是被人害了 后来有传说 他在后海附近 就被人杀了 就各种说法都会 可是到现在呢 也没有一个正式的什么 也没人这个 给这个太监再去这个 再去这个查案 或怎么知道的 可是这个李连英 李连英其实按 亲公的这些记录 还有后人的回忆录里头 李连英并不是说 十恶不赦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 就是很 按道理是很不错的一个人 就是事上以净 事下一宽吧 是这么一个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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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